大家好,我们今天来给大家介绍一个新的开源项目 这个开源项目从名字上看 可以知道它的作用就是用来做故事的 咱们这种AI绘画大家应该都很了解了 你做一张图容易 那当你做的图片多的时候呢 然后你想保证这个所有图片上的角色都是一样的 这个其实是比较困难的 因为AI本身是带有随机性的 那么这个项目它可以保证就是每一张图上面的角色都是一样的 然后这样的话我们才可以用这个图片来做一个比较长的故事嘛 然后这边是下面它的一些视频 可以简单看一下 这是它做的图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片上面呢 它是一个比较长的故事 那么它上面的角色的样子都是一样的 不管是什么样的造型 那么它除了做图片之外呢 它还可以做视频 这个视频它也可以说了 它可以结合两部分 申请一个很长质量的高质量视频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视频 表示这个就比较明显 它这个视频和右边这个视频其实没有什么关系 那么它经过一些算法呢 它让我们看起来好像这个女的好像是看到了这个鱼 所以它做出了一个很奇怪的表情 这是它的一个用法 那么这个很遗憾的是这个视频这边呢 它没有开放 我们现在呢只能来实现这个图片的生成 这个后续等它开放了 我再给大家更新 那么这边是它的一个包 大家还是把它挤压之后 进来这边有个启动 双击打开就可以了 这个我们稍等一下 这边启动完毕了 这边有个地址 大家点一下把它打开 这个是它的使用界面 我们来说一下这个一些选项的一些用法 这个稍微有一点复杂这个工具 我们先来点一个例子 这是它的例子 这边第一个呢是选择运行的模型 就是我们需要的模型 那么这边包里面呢 最后这个模型已经被下载了 那么前面三个是没有被下载的 所以大家使用的时候 你可以选这个第四个 当然如果你选了前面这些模型的话 你在点运行的时候 这边有个按钮 点了一个例子的时候 它会自动下载这个模型 我们选了一个已经下载好的 如果你这个模型想修改的话 就在这个地方 就有个模型的配置文件 这里面有四个模型 对于这边的四个模型 这个模型下载完了 上面的三个没下载 那么大家如果使用的话 它自动下载 而且这个模型是可以修改的 那么比方说你想下载一个 某一个其他模型 你可以把这个替换掉就可以 可以给大家自己来修改 那么下面还有两个参数 这个参数的话 第一个是代表这个文件 它是只有一个单文件 那么这种模型肯定是一个单独的 一个文件模型 改成处 那么是不是使用这种格式的后缀 它这个是这个后缀 所以你就选处理就可以了 如果不是的话 你就false 下面的三个模型也是 这些都是一样的 这个就是模型的一个修改 当然如果大家想自己将模型的话 也可以 你把它复制一下贴过来就可以了 相应的参数呢 去做一个修改 它这个本地模型 应该是可以读取了 但是我这边 没有去翻它的代码 之前试了一下 这个读取本地模型会报错 这个等回头我去看一下它代码吧 它到底怎么回事 目前为止的话 这个它只支持这个 从网上去再线下载模型 大家看到这些都是再线的 直接给大家了解一下 好 把它关掉 就是这个模型的选择 那么这个空间类型 这个就是两个选项嘛 第一个选项的话 代表通过这个文字的描述 去生成对应的图片 第二个选项的话 通过这个图片 比如我们这边可以传一个人物上来 传一个人物上来 那么这样最后生成的这个图片呢 它的角色 是参照你这个上传的图片来做的 我们还是先为第一个 下面这个 是用来描述主角的 就是你这个主要角色 那么你需要通过这一行文字来描述 它是什么样子的 穿着什么衣服 头发什么颜色等等之类的 需要在这边做一个相应的描述 这个大家尽可能的写得详细一些 越详细了 最后生成的图片 它的一致性就更高 它的连续性是可以保证的 那么下面这一项 后面提示词 这个大家也不用修改了 就使用它默认这个就可以了 样式模板 这个大家可以自己选自己喜欢的 我这边随便点一个吧 就这个啊 这个是比较要紧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 这个需要大家仔细填一下 那么这两个主要涉及到两个参数 一个是这个锦号 一个是这个NC 这两个符号 那么这两个符号代表的意思是比较有用的 首先这个锦号 那么这个锦号它代表后面的文字呢 它会作为一个图片的字幕 这边也有说明啊 图片的字幕 然后去添加在这个图片上面 假如说你这个图片不希望有字幕的话 那你就不要加这些行就可以 像这个这样是可以的 后面是没有字幕的 那么这个NC 它代表是这个 这个藏匿图像中 不会出现任何字符 就是说只有一张图 上面是没有文字的 这个NC代表这个意思 然后呢这个下面 还有这儿啊 这儿还忘了说了 就是一个每一行对于一帧 它这边总共是十行 代表的出十张图片 每一行代表一个图片 如果你图片希望更多细节的时候 那你这边描述一个写的长一些 放在同一行 高级参数 那么这个选择字体 这个字体也是可以换的 这个在这个 里面有个字体文件夹 大家尽量把你字体放进去 然后下面这些选项的话 大部分不需要修改 这一项 三代表什么意思呢 就是那边这个前三号 对吧 前面最三张图片 那么它是用来确定这个主角的 这个是比较要紧的一个值 大部分情况下不需要修改 当然如果大家想修改的话 待会就给大家说这个 参数怎么去改 这个不用改 这个宽度和高度 需要大家了解一下 它这边宽度和高度 它的默认值是768 768这个宽度高度越高的话 那么相应的可能出图就越慢 所以这个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的电脑配置来选 我这边是12级显存 然后这个768呢 炒起了大概一分多钟吧 一分多钟一个图片 其实还可以接受 但也不算太慢 如果大家没有12级的话 那么这边我建议你选512 我给大家做演示 我也会用512的图片来做 为什么呢 因为512快 所以说这边我建议大家 不管配置好不好 全部选512 因为这个512非常适中 这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宽和高 大家尽可能保证是1比1的 这样的话出图效果是最好的 当然其他比例我也试了一下 也是可以的 它可能会出一点小问题 但是问题也不大 下面这些的话就不用说了 这个分额大家可以自己选一下 我们就先来出一张图吧 点一下 这边需要稍等一下 这边跑完了 看看结果 那么这边它出了这么多图 速度速度大家看非常快 第一张图30秒 那么其他图都是12秒 这个速度真的是非一般的速度 之前给大家介绍的几个项目的都比较大 跑起来我也特别头疼 这么快的速度其实挺长时间没有体验到了 非常的爽快 看我们的图片 这个这是我们的图 点一下 下载下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边是图片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这边这些图片呢 是根据我们这边的这个描述来的 总共十张图 那么每一行呢 对于一张图片 还是比较不错的 整体效果还可以 那么这边这个角色的头发是短头发 其他是长头发 这边稍微有一点不一致 这个问题也不大 因为这个我们对角色的描述这边呢 其实我们不够详细 我们这边可以加更多的提示词 然后来约束它的这个形象 然后下面这一行啊 稍微出了一点问题 就是大家看这个第二行 那么第二行呢 它是没有这个警号的 它本身是希望这张图片上面是没有文字的 那么可是很遗憾的话 这边出了文字 所以这个它这个工具还是有一点点小问题的 但这个问题不是太大 那么我们怎么样去修复这种情况呢 在后面加个警号 这样 加个警号呢 后面什么都不要加 因为它警号本来是有来生成字幕的 那当我们加了警号 后面不加这个文字的话呢 那么相当于它的字幕是空的 这样可以保证它上面是没有文字的 还有这个NC 需要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NC 我们之前说了 它的作用是 它会出一张新的图片 就是这个场景里面是没有这个字符的 它还有另外一个作用 就是它会打断之前这个三张图片的一个连续性 它出了一张这个全新的这个角色 那么这边图片上呢 是个松鼠 它跟之前的一个人显然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NC有两个作用 其他没什么要说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新的图片 好我们刚才修改了这个警号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好跑完了 看看结果 这个是新出的图 可以来下载一下 大家看到这个第二张图片上的文字 现在已经消失了 我们这个警号呢 已经起到了它应该有的作用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这个NC 那么大家看这个松鼠是吧 它是第四张 那么这边是有NC的 这边有NC树叶落下来 这张图 它同样的是换了个角色 我们来做个演示 然后我们想要这个第三张这个图片 然后呢也让它换个角色 那么我们这边加NC 然后呢点运行 这样会播错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 已经错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边我们确定了这个前三张图片 是用来保证角色一致性的 所以说这边呢就会出错 如果想加的话改成2 这样的话是前两张保证一致性 第三张就对了 再来运行一下 那我来看一下结果 这个我们下载一下 大家看这个第三张图 它这个角色是不是跟之前角色已经被一样了 这就是这个打破这个连续一致性之后的一个后果 所以这个呢其实是不应该随便去修改的 除非你这样换角色 那么这是这个 我们最后再来看上这个使用参考图片 这样生成的人物的造型呢 是根据这个参考图片来的 那这个文字我们也不需要修改 直接来就行了 我们来点一下开始 这边播错了 为什么呢 怎么忘了加这个image 加到这个后面就可以了 然后再留意行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已经开始跑了 这个我们稍等一下 这边完事了 看看这个图片的效果 大家可以看到跟这个样模是非常相像的 我们再来一张图片吧 这个先把它删掉 换一个比较明显的 然后用这个 然后再来一下 看一下这次的结果 角色的样子 跟这张图片是非常相像的 非常一致的 所以这个工具其实还是可以的 那么大家如果是想做自己的故事的话 那么可以下载一下来体验一下 大家拜拜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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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